你 你可以等间谍了 你怎么知道 我的电脑密码是你生日 他也想弄的电脑密码是你生日吗 他电脑没有密码 电脑桌面是你照片吗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走了 罗杰 听我说话 你放开我 你听我说话 从一开始到现在 我都把你捧在我手心里 就算你拒绝得我体无完复 就算我在你面前 我连最起码的自尊都没有 我还是把你藏在我心里 那罗杰 不管我怎么做 你还是背叛我 帮着潘向东偷我的东西 为什么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老白你 你自己说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你放开我 为什么放开你 你别这样 你弄偷我的 你是不是想我死 为什么 你默认你来清楚为什么 白志勇 你干什么 白志勇 你干什么 没事吧 没事 白志勇 到底发生什么了 发生什么了 白志勇是个骗子 他一直在设圈套来骗你 你不知道吗 你别像条疯狗似的 上来落咬人行吗 我咬你了吗 罗杰已经听到了 你跟孙老板所有都谈话了 其实本身你们那个项目用地 根本不是我们酒吧这块地 是飞机厂这块地 他用各种假合同假方案骗你们 让你们相信 我们那个地更有价值 其实是错的 我们那个地周围有很多居民 有很多商场 他们根本就不愿意搬迁 你要用天价的搬迁费 让他们走 而这个天价的搬迁费 已经超过了这个项目的本身价值 你被骗了 还有柳小姐 你知道孙老板是什么人吗 他就是个黑社会 他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促成你们 那个汽车城的项目 他是想在你们那个拆迁费中 狠狠地赚取一笔 你知道他为什么 会利捐白志友吗 因为白志友欠他一笔货款 他们俩是串通起来 谋取私利的 你刚才把电脑里所有的资料 全部都删除了 可是我留了备份 这里面 有你欺骗韩方的假文件 还有你欺骗柳氏的假策划 还有你跟孙老板的分赃明细 你敢打开给大家看看吗 你敢吗 不敢吗 俺给你打开来看看啊 是 所有的事都是我做的 你开心吗 开心哪 刚刚说啥来着 你是一个臭头臭尾的大骗子 有时候你居然还相信他 你还记得吗 上次你给我了那段录音 他骗你说 他说他在罗杰离婚之前 他俩就好上了全是骗你的 你信一个骗子的话 你还跟他合作呢 非常好 这些事情我早就知道了怎么样呢 白志友 你做这些事情我都知道我不在乎 我们柳氏家大业大 这点我不在乎 我要的只有潘向东 白志友能做的就是把罗杰 从你我之间带走 这样就够了 我说过 我刘楚迪想得到的东西 我义无反顾了 现在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了 这么大的项目已经启动了 你们让我停下来 就算你们不给我 好 你们不用给我罢 就算给我本人 总应该给我一个交代吧 好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一分钟考虑的时间 如果你不跟我合作的话 那 那 向东 酒吧我不要了 酒吧你有股份 你有发言权 气修厂呢 你不要了 气修厂俺也不要了 潘向东 条件我已经开出来了 就看你的选择了 只要你同意 我们怎么都好说 好吗 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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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坚持用感情 来做交易吗 我现在在跟你前夫谈话 没你说话的份儿 他心里很清楚 如果他不跟我合作的话 他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好吧 我退出 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反思 我们既然没有变心 也不是没感觉 那我们回不去的原因 要是什么呢 我现在终于明白 是我用错了爱你的方式 我太想去保护你 想替你解决困难 想替你遮风挡雨 把你当成一个宝贝一样 放在手心里去爱去呵护 但其实我忽略了你的感受 是我错了 所以 我现在 已经没有力气去爱你了 一切就到此结束吧 我放弃 对 不过柳小姐 我也有一句话想送给你 爱一个人 有用对方式 我就是个最失败的例子 祝你好运 我可以说 那你不应该就知道 是什么 是什么 我真是个人 我真是个人 都不应该 很好 我真是个人 你这次 我真的不应该 你不应该 陆坚 陆坚 范向东 我要听你最后的决定 陆坚 刘初爹 如果说我之前对你 还有一些愧疚的话 那么我现在其实挺坦然的 发生的这一切 如果可以让你开心的话 就当做是我对你的补偿 就吧 汽秀场你都不要了吗 我不要了 这些东西本来就不是我的 是我中彩票得来的 你不觉得可惜吗 不可惜 因为我知道 我可以通过我的努力 再重新获得这一切 一年不行就两年 两年不行就三年 四年 五年 就算再辛苦 遇到再大的挫折 我也不会害怕 因为 因为 人在 对不起 陆坚 我错了 是我忽略了你的付出 是我没有理解你爱我的方式 我每天像一个小孩一样 瞎胡闹 原谅我 现在就有一个女人 站在我的面前 她愿意为我付出一切 你觉得我会让她走吧 柳小姐 那我可能会有一定的 索uten 这都可以 是陆坚 柳小姐 潘向东心里只有罗杰 罗杰心里也只有潘向东 我的所作所为 可能对你也造成了一些伤害 我跟你的想法有些不一样 我认为爱情不应该是战友 有的时候应该让对方更幸福 其实这个世界上好男人还有很多 不单单只有一个潘向东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 你可以干啥 人家都伤心成这样了 你还在这儿说啥呢 可以回家吧 走吧 咱们回家 不是 我可以给他介绍他朋友 你可以安静 别使 李小姐 李小姐 李小姐在这儿 慢慢躺 如果你真有需要 你真可以 我可以 我 不是他介绍 我可以给人介绍对象 老龙 你慢点 干吗呀 这是什么地方啊 等我一下 给你看到东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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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怎么样 习不喜欢 喜欢 对啊 老邦 这车偷来的还是抢来的 偷来的 偷 这个呢就是每天我在汽修厂 收集一些零件 别人不要的零件啊 还有就是在二手市场 今天偷买一个方向盘 明天偷买一个这个灯 还有这个后视镜 你看 复古的后视镜 复古的特别难买 我好不容易才买到 还有就是在仓库里 还有发动机 还有汽车底盘 花了很长时间七凑八凑 终于做出了这个礼物给你 喜欢 太喜欢你了 你还记不记得 为什么我要送这个礼物给你 当然 等到你毕业的那一天 我一定开着我为你 亲手打造的汽车 在学校门口 放着二百五十箱的鞭炮 不对 五百二十箱的鞭炮 然后敲锣打鼓 吹你进门 然后带你环游时机 我爱的是你 所以对于那些承诺 只要你说的时候 感到幸福 我听的时候 感到美好 这就足够了 这就足够了 实不实现 其实都不重要 你说真的 实不实现不重要 那我把车就砸了 别 等一下 白哥 看这里 摆个姿势 好 好了 礼物收到 走吧 这就咋了 咋 提舍得我可舍不得 有些东西 只要有人把它放在心里 就够了 宝宝 放心 你已经开这辆车 带你去周游世界 我们去意大利 去罗马 佛罗伦萨 威尼斯 对了 到威尼斯我们租一艘船 然后把我们车开到船上去 游遍威尼斯 然后直接从威尼斯 我们到希腊 圣托里尼 爱琴海 帅哥 还不请美女上车吗 得嘞 得嘞 走 我们可以出发了 啟动啊 我的车现在还启动不了 为什么 你以为还差一个零件 罗杰 以前你是我的太太 现在你也是我的太太 将来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你都是我的太太 而且必须是 嫁给我 再一次嫁给我 抱抱 走了 我们去爱琴海了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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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这车好像没排照 对啊 那就汽修场一日游 走喽 罗杰 我爱你 鸭鸭的心皮童话通了 走喽 走喽 鸭鸭 哈喽 我是罗杰阿姨 哈喽 爹 是你 鸭鸭 我是你 我的爹 嗨 嗨 我是爸爸 我是你 你好 英文啊 我好 我可好了 那个爸爸我换工作了 我换了一个代理红酒的工作 我挣钱了 我这今天 我现在住这房子 我今天给他买下来了 我付的首付 你在那边好不啊 那个 爸爸下了约看你去好不 终于跟上了 粉红阿姨经常住我玩微信 谁让你跟他玩微信呢 我把这孩子送去了 我不就为了让他 有个很好的语言环境吗 不是啊 还教了他很多其他的呢 等一下 你把粉红阿姨交给你的 你都学给你爸爸啊 来 一楼上了 不是这句 还有对他句 谁让你给他发微信呢 那不是你女儿吗 我给他发微信还有错了 你给发微信 你这也不能教他说地方话 说什么呀 那不是地方话 也是个技能吗 嫉妒不压身你懂吗 嫉妒不压身 你教他点别的 你哪怕你教他你 爸爸 我想你 爸爸我爱你 放假我来看你好吗 爸爸也想你 爸爸也爱你 爸爸也爱你 你 老婆 老婆你稍微快一点好不好 平常你迟到就算了 今天什么日子 什么日子 我的气球场开业了 你怎么还能迟到啊 你快一点 罗杰 我真的你看这就约了九点钟 现在都八点五十了 老公 老公 说话说话 怎么了 出事了 祖宗啊什么事啊 什么事能比我新气球场开业还重要啊 你要当爸爸了 你要当爸爸了 爸 真的假的 我要当爸爸了 罗杰 你爸 傻瓜才多大哪有声啊 当然有声了 老公 老公 不会地震了吧 小粉红 你有病啊 你穿身奖 打通了 省了串门了嘛 亮 给我堵上 给我堵上